近年會有很多假貨的情況出現 很多市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買了我們所謂的A貨 假貨的情況 根據統計 整個假貨市場是接近1萬億美元 這是全球GTB的3% 假貨的種類亦有很多元化 可以有食品、醫藥的產品 甚至服裝品牌 到一些電子零件都會有 買到假貨對市民來說 可能是一件很少的事 但其實對整個社會整體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其實坊間已經有很多形式式 不同的防禦方案 大家經常都會見到的 就是一些雷射標籤 另外可能近幾年見得多一點 就是一些二維碼 客人可以透過二維碼 透用他們的電話 就可以查到 這是不是一個正貨 其實現時的方案究竟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有這些方案 我們仍然會有假的產品出現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QR Code 其實是一件很容易抄到的事 坊間有另類的方案 就是太過複雜 消費者都不懂得怎樣去用這些形容 我們公司利用NFC技術 去創造一隻新的產品防禦方案 客戶只需要下載公司的APP 然後輕輕用NFC去拍產品上面的芯片 在這個過程上 其實客戶需要拍兩次 完成兩次之後 他就會在APP上看到產品的資訊和相片 就可以確認得到這個是一個正貨 這是我來的 要實行一個NFC的防禦方案其實很簡單 第一步我會和你們一起去設計好你的APP 另外我們會研究一下 究竟你想把芯片放在包裝上面還是產品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大小的規限 甚至乎有些Graphics會在上面 設計好之後 APP就會上APP的商架 另外我們會提供芯片給你們公司 放進你們的產品裡面去做 整件事就是這樣完成 有興趣的公司可以直接聯絡我們 透過電話、Email都可以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你可以上去我們的網站 甚至去follow我們的Youtube 去看更多其他的片 都可以